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来到米尚影的灵异投稿区 今天投稿的网友本身是敏感体质 能感应到一些东西 分享的故事该说跟英灵有点关系吧 在台湾习俗中 英灵是指堕胎或意外生病无法出生的胎儿 通常听到跟英灵有关的故事 都是被英灵缠身 但投稿的网友反而被英灵救了一命 只是这却也导致他与篮友争吵不休 8年前苏迪勒台风来临前的夜晚 我正在某家超市担任收银员 虽然台风还没入侵台湾 但还是带来了狂风暴雨 我看着窗外急触掠过的暴雨 心中不安的预感不断蔓延 担心下班骑机车会有危险 就打电话给男友 叫他等一下下班时开车来载我 当我放下心来时 哇!天花板在漏水! 请大家不要慌张 我们会立刻处理这个漏水问题 突然间雨水从天花板流了下来 淋湿了许多东西 店里的员工纷纷涌向前 试图拯救被雨淋湿的东西 站在收银台的我看着一切 虽然想要过去帮忙 但是被结账所困 过了一阵子 主管急急忙忙地走了过来 各位情况紧急 仓库整个大漏水了 我们必须立刻采取行动 先关闭店铺的营业 然后我们需要大家 一同抢救仓库的货物 这么多货物 怎么抢救啊 我们得赶紧行动 不然这些货物都要报废了 员工们面面相去 意识到严重性 虽然有些人觉得淋湿 根本来不及救 不过既然主管决定 可以提早下班 大家还是迅速 穿好雨衣 进入仓库帮忙 而我也在帮最后的客人 结完战后 穿好雨衣 准备要走进仓库 就在这时 妈妈不要去 里面很危险 你不要进去 我听到有个蓝海的声音 在说话 以为是还没离开的客人小孩 但是我转过头 却没看到任何人 更别说是小蓝海了 难道是我听错吗 因为我平常 喜欢研究一些奇怪东西 所以直觉 这可能是什么警告吧 但是不管怎样 我还是必须进去帮忙 毕竟是工作嘛 就小心谨慎一点 在与其他同事 用尽全力 抢救仓库中的货物时 当我和任何同事 一起拖起货物 行走时 小心点 地上有水 别滑倒了 天哪 你没事吧 我应该没事了 就是头有点晕了 幸好你没撞到那铁架 不然会出人命啊 当我坚然地站起来时 往后一看发现 背后是摆放货物的铁架 如果我刚刚 没听到声音 放慢脚步 可能就直接 撞到铁架突出的部分了 想想那结局 真的令人不寒而栗 幸好我只是滑倒 头转到地板 有些晕而已 终于我们成功 将大部分货物 搬离漏水的地方 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主管也宣布 大家可以下班了 并且表示 明天台风会入侵台湾 所以暂停营业 上班时间 再等候通知 一得知 明天不用上班 大家心高采烈地 换屋起来 而我也开心地 向来载我回家的男友 分享这个好消息 我们去烧商买点零食 明天不用上班 晚上可以来好好看电影 好啊 听起来不错 那我要买海尼根跟毛豆 你可不能再禁止我喝酒了 之后我们到超商 逛着冷冻食品区 和啤酒柜台 挑选好心仪的东西后结帐 当我们走回到车上 我就说 等一下我想看柯兰的电影 醒来时 我发现 自己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男友就在旁边 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你刚刚在车上说了一些奇怪的话 然后突然失去意识 我本来以为你只是睡着了 结果送到家门口时 你还是没有醒来 我担心出了什么事 就摸了一下你的头 发现 你摔倒撞到的地方 肿起来 就赶紧送你到医院 之后医生对我进行了电脑断层检查 结果显示 我有脑挫伤 目前需要对血压进行控制 治疗淋血功能的问题 以避免再次出血 好险脑出血的情况并不严重 目前就先住家屋病房观察 三天之后 医生再次检查 确认脑部无输血后 就转到普通病房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们很 popping 不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才会讯息表示 处理的所有花费 有他负责 但我也没跟他要那笔钱 因为我自己出得起 只是从此以后 我就常听到 有个蓝海 在我耳边说话 或许有人觉得 这是幻听吧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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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